第2121章掌中佛国 紫金真龙 可以说是真龙中的王族 极其强大 龙爪踏空 向着无良和尚抓去 没有任何法则波动 但没有人怀疑这一爪的威力 绝对能轻易撕裂一位一心虚地 安米头发 冥顽不灵 小心我把你抓去顿了下酒 无良和尚大叫 众人面面相去 路鸣和龙臣再度比移 估计这才是无良和尚真实的想法 翁 无良和尚浑身弥乱金光 他的身后出现了一尊金身佛像 高百丈 无良和尚站在佛像头顶 佛像挥手 小山般的大手 向着敖克轰去 轰 恐怖的震动发生 两者对了一招 平分秋色 妖神九姬 敖克长笑 是展出了太古妖道的可怕功法之术 他身上发光 五只龙爪不断的攻出 每一招都可怕到极点 能撕裂虚空 粉碎大地 还好 这座站台乃是大地炼制 坚不可摧 任他们怎么战斗 也无法破坏 掌中佛国 无良和尚 宝像庄严 是展出佛道的大神通知术 一伸手 一只手掌探出 急剧变大 向着敖克压去 他的手掌中 好像有一个佛国 里面有三千金身罗汉在诵经 金色的光芒 比太阳还要耀眼 空 空 无良和尚 敖克的修为 都达到了二星虚地 权力大战 强大到极点 龙银震天 诵经声响彻天命之山 两人不断交手 激烈交锋数十招 好可怕的战力 这等战力 恐怕一般的三星虚地 都要被瞬间撕裂 有人虚地人物脸色凝重的开口 当突破五地不久 还没有领悟其他法则 就这么可怕了 其他人也是感叹 五地竞 决定战力的因素很多 但当突破虚地几年而已 就有这样的战力 着实惊人 两人激烈交锋 各种压相抵的神通 都用了出来 展开了巅峰对决 这是最后十强争锋以来 最激烈的一场战斗 两人实力相当 一时间难以分出胜负 一直大战了两百多个回合 我乃佛神转世 小爬虫 来为我护法 以后有你吃香的喝辣的 有我肉吃 就有你汤喝 无良和尚一边大战 一边大叫 欧客鼻子都要气歪了 他可是紫金真龙 真龙中的王族 居然被叫成小爬虫 还有 佛门不是吃素的吗 你他们怎么吃肉了 阿弥陀佛 四周观战的一些佛门中人 一个个宝像庄严 念了一声佛号 似乎 有些不好意思 不过 无良虽然不靠谱 但战力确实强大的不像话 让人悚然 大战到现在 他身上绽放出万道佛光 颇有种越战越勇的意思 好像真的是佛神转身 佛法无边 很多人不愤 这或这么不靠谱 但佛门神通 却强的不可思议 真的让人羡慕极度恨 大战在继续 两人都负伤了 欧客身上 鳞片脱落 鲜血淋漓 而无良和尚 被龙爪抓中了 出现了几道猙獰的爪痕 一条手臂 差点被撕裂下来 这是一场惨战 你也太狠了 下手那么狠 小心遭到报应 无良大呼小叫 但自己下手 却比谁都狠 各种佛门神通 往敖客身上招呼 又打下了大片的鳞片 这些鳞片可是宝物 不能浪费 还有龙血 拿回去炖汤喝 大战之中 无良和尚还不忘 趁机将龙灵和龙血收起来 敖客差点气炸了肺 怒火攻心 疯狂进攻 他一怒 最终露出了破绽 被无良和尚抓住了机会 连续出狠招 打得大口吐血 连连后退 高手相争 一步插 步步插 敖客一落下风 就很难再逆转了 开始被无良压制 最后被击出了站台 这一场 无良胜 安米头发 承让承让 那个 之前说的那个 护法的事 考虑考虑 无良和尚 眼睛离不开 敖客 他幻想着 要是有一条紫金 真笼作为作际 那该多拉风 滚 敖客大吼 你我真有缘啊 无良又叫 有缘你马比 敖客又吐了一口血 化为人形 跑到一边疗伤去了 安米头发 小姑娘 你和贫僧有缘啊 无良和尚又盯向了泡泡 向着陆明这边走来 滚独自 陆明直接一脚窜出 对着无良和尚的脸踹去 陆明 你也太狠了 贫僧都受伤了 你还对我出手 我先疗伤去 无良和尚 黑黑一笑 推到一边疗伤了 假一场 天命 鲍德 白发老者接着宣布 众人的目光亮了起来 就连陆明也是如此 天命要战鲍德了 众人很好奇 这一战 天命会用出什么样的神通 之前 天命与人对战 几乎一步未动 就击败了对手 但现在对上鲍德 他能做到吗 鲍德 可是太古体修 一身实力强大无比 绝对不会比敖客 无良弱 讲要击败鲍德 绝对不会轻松 空 鲍德重重地落在站台上 漆黑的皮肤上 流转着乌光 充满了力感 他身高足有三米 像一座铁塔似的 天命 来 一战 我倒要看看 你的命运法则 怎么掌控我的命运 鲍德大喝 声音如雷霆一般 滚滚轰鸣 你的命运已经注定 要拜 天命踏空而下 白衣飘飘 如折仙下凡尘 落在站台之上 拜不拜 可不是你说说就可以的 拿出你的实力来吧 鲍德大喝 随后脚步一踏 如一头洪荒巨兽 冲向了天命 你命中注定 要遭雷劈 天命脸上带着温和的笑容 淡淡开口 他话音落下 无穷雷电凭空出现 向着鲍德劈了过去 鲍德不管不顾 愿由雷霆劈在身上 他一冲而过 一点事都没有 雷霆 根本破不开他的防御 就这点手段 给我挠痒痒吗 鲍德咧嘴直笑 脚步不停 向着天命杀去 一拳轰出 虚空震动 一道全境 向着天命轰去 命中注定 你打不忠我 天命淡淡开口 然后震惊的一幕发生了 全境碾压而过 从天命的身体冲过 天命的身体 仿佛是虚幻的 全境冲过 他无事 第2122章推测排名 众人惊骇 命运法则 也太无敌了吧 说自己命中注定 不会被击中 对方就真的打不忠他吗 那这还怎么打 还是鲍德的攻击力 不够强而已 若是够强 可直接破了命运法则 有强者开口 为众人解惑 命中注定 你要遭火焚 命中注定 你要遭刀砍 天命继续开口 速度非常快 然后 各种各样的攻击 从天而降 向着鲍德轰去 轰 轰 鲍德挥拳 轻刻间将这些攻击击溃 我从小就以火焰焚身 以雷霆练体 就你这点攻击 只能给我挠痒痒 鲍德的战意越来越强 他冲破了重重攻击 急速临近天命 他肌肉如动 骨骼乍响 全力轰出一拳 这一拳 威力比刚才更加惊人 更加强大 这时 天命的脸色 终于稍微凝重起来 伸出一根手指 向前点出 到 命运说 绝对防御 他身前 出现了一块白色的光墙 鲍德的全境 轰击在光墙上 爆发出恐怖的轰鸣 整座站台都在震动 哈哈 终于出手了 看来你的实力 也一般般嘛 鲍德大笑 接着挥拳 将天命身前的光墙 轰得不断震动 鲍德 你命中注定 要受伤 天命再一次开口 他身上 绽放出璀璨的光辉 伸出手指一点 吼 这一刻 鲍德大吼 他似乎遭遇到无形的 可怕的攻击 身体震动 向后连退几步 口中溢出了鲜血 众人震惊 他们根本没有看到什么东西进攻鲍德 只是说鲍德要受伤 鲍德就受伤了 这种手段 太过惊世骇俗 匪夷所思 你攻击力有限 有本事 直接让我死 看你能不能办到 鲍德大吼 再一次向着天命冲来 他的身体鼓胀起来 本来已经魁梧的身躯 变得更加惊人 如巨人出世 轰 鲍德脚步在站台上重重一踏 如一道黑色的闪电 犹如一座魔山 向着天命压去 命中注定 你要受伤 天命再度开口 施展出重重玄妙的攻击 破 破 一力破万法 鲍德狂吼 双拳不断的轰出 虚空直接被打穿了 天命的攻击 也被鲍德一一击溃 他万法不加身 鲍德好恐怖的实力 他的实力 隐隐在无良 薄客之上啊 天生的太古体修 这种人 要是修炼法则体系 就是废才 但是修炼太古体修 那就是旷世罕见的天才 接连有强者开口 被鲍德的实力震惊 天命的脸色 稍微有些凝重 不过 只是一丝凝重而已 大命运术 他轻轻开口 身上的光芒更加璀璨了 轰 他挥手之间 一道神光向着鲍德斩去 咚咚 鲍德不断挥拳 轰击在这道神光上 但是 这道神光 坚固不朽 难以撼动 每轰击一拳 鲍德的身形就要后退一截 连续几十拳之后 鲍德已经后退了几十里 已经退出了站台的范围 这时 那道神光自动消散了 可恶 我还没站够 再来一站 鲍德大吼 如一头发狂的凶兽 接着他身体一颤 口中喷出一口鲜血 你败了 天命又恢复了淡然之色 转身离去 炮墙的实力 难以揣夺 露鸣眼睛眯起 看向命运之子天命 天命给人的感觉 深不可测 虽然刚才鲍德逼出了天命一部分实力 但谁也不清楚 这是不是天命最终的实力 他是不是还隐藏了实力 不仅是露鸣 其他天骄 如原心 敖克 云浩哥等人 脸色都非常凝重 天命的实力 给他们很强的压力 真想和你一战啊 我会向所有人证明 谁才是天下第一 原心低语 战役非常旺盛 安米头发 这个变态 还怎么打 无良苦着一张脸 好了 第一轮比试结束 露鸣 泡泡 无良 原心 天命获胜 各积一分 下面进行第二轮 露鸣对泡泡 爆发老者宣布 啊 露鸣和泡泡一愣 他们这么快就遇到了 那老头故意的吧 我认输 我才不和露鸣哥哥打 我认输了 泡泡挂在露鸣脖子上 死活不肯下来 观战的人 脸色平静 并没有太多意外 他们早就知道 露鸣和泡泡不可能打起来 肯定有一方要认输 好 这一场 露鸣胜 下一场 云浩哥对原心 白发老者再一次宣布 云浩哥 对战原心 这也是一场巅峰对决 大战无比激烈 不过最终 原心施展出两种法则 两种法则融合 一举击败了云浩哥 这让人震惊 重新评估原心的战力 原心居然领悟了第二种法则 而且是一种王道法则 两种融合 实力暴增 这让人惊叹于原心的天赋 他成帝才多久 就已经领悟出第二种法则了 而且火候还不低了 第二轮第三场 敖克对战恒星河 这是一场没有悬念的战斗 恒星河遭到碾压 连败两场 第四场 古魔对暴德 两人都是修炼的太古修炼体系 可惜 古魔修为稍弱 不是暴德的对手 被暴德轻易击败 第五场 天命对战无良和尚 无良和尚很干脆 都没有上台 就直接认输了 按他的话说 您知道打不过还打 是不是傻 第二轮比试结束 还保持连胜的 只有陆明 天命 原心三人 通过十场的对决 众人已经开始预测 十人的排名了 天命毫无疑问 是最强的 将取得这一次的冠军 不好说 原心也不弱 他现在展露的 也未必就是全部的实力了 或许能与天命争锋 从现在来看 前两名 应该是天命和原心了 第三名 极有可能是暴德 但也不一定 总的来说 前五名 应该是天命 原心 暴德 无良 敖克五人了 众人根据自己的判断 推测 但大部分的人都认为 天命 原心 暴德 无良 敖克 取得前五名 应该不是问题 陆明呢 他也不弱 掌控两种最强法则 他是不弱 力压恒心和和古魔 没有问题 但实力比起云浩哥 泡泡来说 估计要差点 我预计 陆明最终的排名 应该是第七名 这个推测 是合理的 第2123张战云浩哥 在众人的讨论中 第三轮开始了 陆明的运气似乎很不错 第一场对上了古魔 和众人预料的差不多 古魔实力很强 但终究不敌陆明 败在陆明手上 攥起来 这算是古魔第二次败在陆明手上了 陆明取得了三连胜 陆明的连胜 估计到此为止了 接下来 他要面对的对手 没有一个弱的都比他强 不错 连胜三场 估计后面要连败六场了 一些人议论 认为陆明的连胜 到此为止了 第三轮 第二场 泡泡大战敖克 这是一场巅峰对决 一场激战 泡泡虽然胸为稍弱 但化为本体后 实力暴增 对时空法则的操控 更是达到匪夷所思的地步 欧客虽然强 但始终打不忠泡泡 当然 泡泡想要击败欧客 也不容易 可以说很难 最后大战了两百多招 欧客一个不小心 被泡泡打开时空通道 移出了战台 这一战 泡泡爆冷 取得了胜利 这让众人 又重新评估泡泡的实力 也让人重新认识到 十强战兽的强大 同级一战 上苍之子 都不如十强战兽 接下来 是原新对战 恒星河 不用说 恒星河又惨败了 这让他的脸色 越来越难看 已经有人笃定 恒星河肯定排名 第十 没有悬念了 第四场 无良战爆得 这又是一场巅峰对决 无良施展出佛门今生 各种佛门神通 但爆得一力破万法 两人大战了几百招 无良和尚大呼小叫 但这一次没用了 他不敌爆得 最终被击败 被轰出了战台 这一场 爆得胜 第三轮最后一场 天命对云昊哥 我的命运 在时间长河中 我自己能看到 云昊哥长孝 以时空法则对战天命 时空法则 确实能对命运法则 有一些克制作用 因为他可以通过 时间长河 窥视自己的命运 当然 命运每时每刻 都在发生改变 他窥视的道 只是一脚而已 后面 天命直接用大命运术 斩断了云昊哥的 时间长河 击败了云昊哥 第三轮结束 依然是陆明和天命 原心三人三连胜 不过 众人认为 陆明前面三场 运气好而已 后面 他就要连败了 而天命和原心 都是靠战力打出来的 连战几场 白发老者 让众人休息了半日 半日之后 第四轮开始 第四轮第一场 依然是陆明率先出场 但这一次 他的对手是云昊哥 云昊哥露出了兴奋之色 两人跨上了站台 陆明 你的好运到头了 这一场 你会惨败 我会让你明白 时空灵鼠 不是你能拥有的 云昊哥森冷道 你的时空法则太弱 不是我的对手 认输吧 免得我动手 陆明非常直接 叫云昊哥认输 这让众人恶然 觉得陆明吹牛吹大了 陆明虽然掌控了两种最强法则 堪称震骨朔金 但毕竟只有准地的修为 怎么可能是云昊哥的对手 云昊哥的修为 已经达到二星虚地 而且即便同级一战 他也是上苍之子中的佼佼者 修为相差了那么远 陆明岂会是对手 呵呵 叫我认输 真是可笑 我会很念你一番的 云昊哥阴森道 话音刚落 他就向着陆明冲了过来 穿梭虚空而行 速度快的惊人 在云昊哥冲出的过程中 四面八方 虚空扭曲起来 一股可怕的力量 压制在陆明的身上 这股力量 有时间之力 蕴含时间减速 让陆明的速度变得像归宿一般 还有空间之力 四方的空间向着陆明不断挤压 要将陆明束缚住 相反 云昊哥在时空法则的加持下 速度暴涨 睡膝间 就临近陆明 他一直点出 空间之力在凝聚 蕴含可怕的撕裂之力 向着陆明杀去 面对这样的情景 陆明脸色依然平静 空 他奋力一正 肉身和胜利爆发 虚空振动 作用在他身上的空间之力 不断的爆炸 然后 一道两色法则长河 浮现而出 这是混沌法则和死亡法则的融合 空 陆明双臂一阵 灰掌批出 虚空爆炸了 作用在他身上的时空之力 直接被斩破 陆明的手掌 轰向云昊哥 但云昊哥身形一动 他的身体瞬间消失了 出现在陆明的后面 以招向着陆明轰杀而去 碰 陆明后面仿佛有眼睛一般 手掌向着后面批出 与云昊哥对了一掌 云昊哥身形挑退 接着 他身形一颤之下 四面八方 出现了密密麻麻的身影 这么多身影 同时向着陆明杀来 陆明目光微微眯起 这是一种可怕的杀招 别以为密密麻麻的身影 都是虚幻的 其实 这些身影 都是真实的 都是云昊哥的本体 他在穿梭虚空而行 在不同的空间行走 这一招 是他在不同的虚空攻出的一招 混沌截止 面对这一招 陆明用出了混沌截止 他双手齐出 连续点出 秋 秋 秋 只静动发 每一道指静 点向一道身影 那些身影 一一炸裂开来 最后化为一道身影 最后 云昊哥与陆明交手几十招 将时空法则的各种玄妙 发挥到淋漓尽致 不过 他对于时空的操控 还是不如泡泡 陆明以两种法则护身 微然不动 将云昊哥的攻势 全部破除 云昊哥终于失去了耐心 我就以修为压制你吧 云昊哥眸光冷漠 一身二心虚地的修为完全爆发 向着陆明杀来 他所过之处 带着时空风暴 向着陆明淹没而去 硬碰硬吗 正和我意 陆明微笑 站在那里不动 等云昊哥快要到的时候 陆明身上 再一次浮现出一道法则长河 吃镇到法则长河 镇到法则长河 与混沌法则和死亡融合融合在一起 让陆明环绕周身的法则长河 变成了三种颜色 又融合了一种王道法则 陆明的战力大增 轰 一掌轰出 掌力如排山倒海一般 向着云昊哥轰去 云昊哥身体周围的时空风暴 瞬间崩溃 他惨叫一声 身体向后狂退 吐出了鲜血 第2124章五连胜 云昊哥一退 陆明就跟进 速度惊人 急速临近云昊哥 空 空 空 陆明瞬间 批出了上百掌 虚空炸裂 上百道掌印 完全将云昊哥的四面八方 笼罩 将时空搅乱 这一刻 云昊哥想以时空法则逃顿 都做不到 只能应接陆明的掌力 他怒吓 带动时空法则 爆发世界之力 与陆明硬汉 连续上百掌之后 云昊哥的身体像是触电一般狂症 他覆盖在身体四周的时空法则被击溃了 他手臂直接炸力开来 难以抗衡陆明的掌力 啪 最后 陆明一巴掌扇在云昊哥的脸上 直接将云昊哥拍翻在地 在那里抽搐 碰 接着 陆明一脚踢在云昊哥的脸上 直接将他踢飞出站台 凭你还想虐我 差了不是一心半点 陆明淡淡开口 云昊哥摔倒在站台之下 一张脸肿成了猪头 半天才清醒过来 发现自己的情况后 怒急攻心 又吐出一口血 这一次 丢人丢大了 陆明哥哥 打得好 打得妙 泡泡在那拍着小手庆祝 许多人看向陆明的目光 也变了 陆明居然能够战胜云昊哥 出乎很多人的意料 吃了 他还掌握了正道法则 没想到 他已经将三种法则 都修炼到完美 而且还融合在一起 他的确天赋异禀 还未成帝 就能修炼出三种法则 矿谷罕见 难怪有那么强的战力 法则 每融合一种 威力就要暴增一截 融合三种法则 就算很多低皆虚地 都难以办到 抛开陆明掌控了 两种最强法则不谈 就算只是三种普通的法则 这种天赋 也堪称惊人 之前 众人认为陆明 应该只能获得第七名 无法与无良 敖克 抱得这些人争锋 但现在 他们改变了这种想法 能够击败云昊哥 说明陆明的实力 已经是无良 薄克 抱得 泡袍这一层次了 有资格竞争前五的行列 还未成帝而已 就有这样的成就 让人惊叹 就这样 陆明取得了四连胜 第四轮第二场 泡袍对无良和尚 安米头发 小不点 你真的和我有缘 站台上 无良和尚一脸认真的看着泡袍 简直差点流口水 这可是实强战兽之意啊 无良和尚心里火热 和尚 看来你找打 泡炮懒得和无良和尚废话 因为这是陆明叫他的 见到无良和尚 出手就是 脚步点 你我真的有缘啊 无良和尚叫着 下手可不含糊 满身佛光 不了解无良和尚的人 还真的会被他这副卖相骗了 以为是得到高僧 泡炮美感大意 直接画出了本体 驾驭时空而行 时空灵鼠本身占力就强 对于时空的驾驭 更是远在云浩哥之上 这一场交锋 极为诡异 因为无良和尚根本打不到泡炮 任他施展掌中佛国 佛门师子吼 佛门大手印等等神通之术 都奈何不了泡炮 反而有时被泡炮偷袭 弄得手忙脚乱 最后以一招之差 被泡炮击飞出战台 和尚 算你皮厚 泡炮撇嘴 泡炮也只能将无良和尚击飞出战台 因为无良和尚的佛门金身 防御力的确强大无比 泡炮还破不开 当然 若是泡炮修为更近一步 与无良和尚同级 那就另当别论了 第四轮第三场 袁新对敖克 这又是一场巅峰对决 混沌之词对战太古妖道 敖克化为一条千米长的紫金真笼 通体流淌紫光 龙爪撕裂虚空 施展出妖族神通 与袁新大战 不过 敖克虽然很强 但比起袁新 还是差了一些 袁新爆发两种法则 强势地击败了敖克 接着 天命对恒星河 更没有悬念了了 恒星河直接认输 而第五场 暴德战古魔 也毫无疑问 暴德胜出 第四轮结束 不久后 第五轮开始 第五轮第一场 陆明对敖克 敖克眼神凝重 陆明之前展露的实力 足以威胁到他了 所以一出手 敖克就用出了权力 化为紫金真笼 向着陆明扑杀而去 后 陆明肉身发光 从中传出惊天龙银 让敖克身体一颤 脸色大变 九龙 敖克脸色有些难看 高手对决 毫秒必争 敖克微微一愣 陆明已经冲来 爆发出混沌法则 死亡法则 震道法则 三种法则合一 展开狂风暴雨的攻势 将敖克压制 敖克勉强抵挡了几十招 被陆明轰下了战台 陆明胜 这让许多人对陆明的战力 再一次重新评估 认为他已经具有争夺前三的实力 陆明恐怕能和爆得一争胜负了 不过比起原新和天命 还要差一些 不错 不出意外 他应该在第三第四名徘徊 一些人议论 重新推论名次 第五轮第一场结束 第二场 炮炮对原新 这一战 非常激烈 炮炮化为本体 将时空法则运用到极致 变幻莫测 不过 原新实力的确强大 就如陆明之前对战云浩哥一样 以强大的力量 轰破了时空法则 这一战 炮炮终究没有胜利 大战多招后 眼见落在下风 干脆认输 第三场 无良对骨魔 无良取得的胜利 之后天命 鲍德 分别取得了胜利 进入第六轮 第一场 气氛就热烈起来 因为第一场 陆明战鲍德 在大部分的人看来 陆明和鲍德 现在同处于一个层次 是争夺第三名的有利人选 这一场 谁能取胜 谁就能获得第三名 陆明 你倒是厉害 还没成帝 就有这样的战力 我老鲍佩服 不过这一场 胜的肯定是我 鲍德 咧嘴道 眼中露出凶光 如一头大黑熊一般 大块头 话不要说得那么满 陆明微微一笑 那就让我看看 两种最强法则的融合 到底有多强 鲍德露出 争鸣之色 脚步一踏 整个人像是一座大山 向着陆明撞来 一拳轰出 空间直接被打爆 被压缩在一起 化为恐怖的全境 向着陆明碾压而去 第2125章击败鲍德 全境呼啸 空间颤抖 这是纯粹的力量 强大到极致的肉身力量 微能极其惊人 太古体修 我倒要看看 肉身有多么变态 陆明丝毫不必让 爆发三种法则 施展混沌神掌 一掌轰了出去 东 手掌与拳头碰撞在一起 爆发出惊天呼啸 可以看到 两人拳掌相交的地方 空间像是水波一般 不但地晃动 陆明和鲍德身形同时一阵 向后退出几步 好可怕的力量 陆明眼睛微微眯起 鲍德靠的纯粹是肉身的力量 简直强大可怕 那一拳 让陆明的三种法则都晃动起来 差点被击穿了 陆明的肉身 烈化了三道混沌之气 又经过五种法则成河时的淬炼 已经强大到极点 但与暴德一比 还不知道差了多少 相传天界太古年间 有太古体修的大能 肉身无敌 可横渡天宇 站在地上 一拳能将天上的星辰轰暴 强大到不可思议 肉身修炼到极致 可万古不灭 永世不朽 与天地同存 再来 暴德大吼 如一只蛮荒巨兽 向着陆明杀来 他浑身肌肉骨胀 身体又膨胀了一圈 来 陆明大喝 三种法则环绕 将肉身的力量 还有胜利暴发到极致 与暴德大战 东 东 东 两人如两头蛮荒巨兽 在站台上不断地碰撞 唯有什么技巧 纯粹的正面硬钢 暴德 太古体修 肉身力量无穷 肩不可摧 恐怕就算是一件普通的地兵 都要被暴德一拳打爆 而陆明 肉身也很强大 胜利凝炼魂厚 最重要的是 混沌法则 本来就沉重如山 镇压天下 在混沌法则的加持下 陆明也是力量无穷 两人的风格相近 彼此不断地碰撞 让站台不断发出轰鸣 这要是在外面大战 绝对山崩地裂的场景 好恐怖 看到两人大战 很多人脸色发白 实在太凶猛了 在这样的力量下 什么技巧都是多余的 就算一些最强法则 都要被撕裂 就算十二星虚地上去 都要被轻易轰爆 两人连续大战了上百个回合 痛快 陆明长效 经过激烈对抗 他对于几种法则的运用 越来越熟练 特别是对于混沌法则 混沌法则 法则成何 对于现阶段来说 已经人满了 但陆明感觉 法则并未走到尽头 前面还有路 只是被迷雾挡住 看不真切 现在迷雾终于散开了一些 陆明有种感觉 若是法则能更进一步 威力将会突飞猛进 哈哈 他终于碰到各像样的痛快 鲍德也大笑 攻势越来越狂暴 转眼间 两人又大战了上百个回合 到这里 陆明越战越勇 终于开始占据上风 压得鲍德开始防御 碰碰 最后 鲍德开始后退 每一步踏出 站台都剧烈的轰鸣 助手 不打了 不打了 这时 鲍德突然大叫起来 陆明收手后退 鲍德大口喘气 浑身大汗淋漓 好半天才缓过来 你这个变态 今天算我输 我们赶日再战 鲍德道 好 可以 陆明点点头 有一个强大的对手对决 对他也很有好处 鲍德一跃 冲下了站台 陆明胜了 许多人瞪大眼睛 陆明居然击败了鲍德 这样看来 稳进前三了 这真是超出很多人的意料 之前 以为陆明能进第七就不错了 现在 排名几乎能看出来了 很多人根据之前的战绩 又开始推论排名 众人认为 第一第二 应该在天命和原心之间 第三陆明 第四鲍德 第五泡泡 前五名 大概是这个情况 现在 所有人都期盼一场重头戏 那就是天命占原心 只要两人分出了身负 十强的排名 也基本定下来了 哼 小看我师尊 说不定我师尊 能击败那原心和天命呢 听到周围人认为陆明 只能排第三 陆香香不爽了 撅嘴道 呵呵 小姑娘真的是盲目自信 你师尊是强 但要说能与天命和原心争锋 那是不可能的 肯定不敌 小姑娘信任自己师尊的心情 我们能够理解 但要看清现实 几个头发花白的老者 善意地提醒陆香香 哼 你们的眼光 压根就没准过 之前还说我师尊只能得第七呢 陆香香撇嘴 这个 之前的确是我们走眼了 但这一次 绝对不会有错 几个老者笃定 陆香香撅嘴 懒得理会几个老者 笔是继续进行 泡泡占天命 泡泡直接认输了 按他的意思是 懒得笔 反正打不过 接着 欧客击败了云浩哥 原心击败了吴良 古魔击败了恒星河 如此一来 恒星河已经是板上钉钉的最后一名了 连古魔都不如 总的来说 这一轮除了陆明出乎预料的击败了鲍德 其他对决 都在众人的预料之中 第六轮结束 第七轮开始 天命 对袁新 白发老者开口 声音一出 现场一静 随后一片哗然 重头戏来了 最大的重头戏到了 天命 对战袁新 这似乎是白发老者故意安排的 之前每一轮的第一场都是陆明出战 而现在第七轮第一场直接是天命对袁新 气氛一下子被点燃了 无数人露出期待之色 在众人看来 这是冠亚军的争夺 两个元界最强天骄的对决 天命 袁新两人 身上也弥漫出强大的战役 两人的目光隔空碰撞在一起 两人虽然都来自神命之地 被人称为神命之地的绝代双骄 但之前 两人从未交过手 陆明眼中 也露出期待之意 他感觉 之前的对决中 天命和袁新 都未用出全力 那这一场大战 就能看出两人的战力 到底强大到什么程度了 抓 抓 身形闪动 两人直接冲上了战台 轰 可怕的气息 隔空碰撞 爆发出剧烈的轰鸣 仅仅只是气息碰撞而已 就形成一股股狂风 席卷战台 第2126章命运队混沌 这一战 爱你 打破命运的神话 原心开口 对自身充满了强大的自信 命运不可破 天地万物 都有命运 即便是一个世界诞生与毁灭 也有其命运 所以 混沌法则 也在命运的笼罩之下 天命开口 白衣圣雪 出尘无垢 你掌控不我的命运 我命由我不由天 更不由你 杀 原心爆发了 身形如一道幻影 冲向天命 混沌法则弥漫 混沌神拳爆轰而出 你命中注定 要遭雷劈 天命又开口了 仿佛言出法随 随着他开口 各种雷霆 火焰 寒冰 毒水 刀剑等等 不断地向着原心轰去 轰 轰 原心挥拳 一切雷霆火焰等 全部被击溃 天命 你们就不用试探了 施展出你真正的实力吧 原心大踏步向着天命攻去 他身上 弥漫出两种法则的气息 两种法则融合 一拳轰出 轰 全静粘压向前 比暴德的权力还强 大命运术 天命也不再试探 施展出命运法则的神通 他伸出一根手指 向前点出 一道光芒迸发 如一道光速 又像是一把神刀 轰向原心 轰 原心的拳净被击溃 命运的光芒 继续轰向原心 给我破 原心双拳不断挥舞 瞬息间 轰出了几百拳 空间被打得稀烂 命运的光芒 被挡住了 最后被击溃 挡住了 原心果然强大 有人惊呼 之前 天命只要施展大命运术 无人能抵挡 直接被击败 即便强如暴德 也没有挡住 但现在 原心却挡住了 天命的命运光芒 或许 天心真的能与天命对抗呢 杀 原心击溃了命运光芒后 趁势杀向天命 无人能挡 命运的光芒 你与我一战 你的命运已经注定 必败 天命轻语 他手指不断点出 瞬息之间 就迸发出几十道命运光芒 这些光芒 化为不同的形状 有些成剑形 有些成刀形 或是成枪形 化为各种各样的兵器形状 杀向原心 每一道 威力都强得惊人 原心挥拳 竭力抵挡 但是 命运光芒太多了 每一道 都威力无穷 原心的被压制了 连连后退 原心要不敌了 命运法则 果真无敌 一些人轻叹 连原心都不敌 那还有谁是天命的对手 不对 原心还能战 他要爆发了 有人大叫 空 此刻 原心的气息 再度暴涨起来 他的修为 依然是二心虚地巅峰的样子 但气息 却真实的暴涨起来 棍盾神体 原心大吼 天地间 不尽混沌法则 向着原心汇聚而来 他的身体 在发生一变 变得灰蒙蒙的 仿佛他的肉身 变成了一块混沌石 是的 就是混沌石 路鸣施展 混沌神掌的时候 他的手掌 就会变得灰蒙蒙 如混沌石一般 而现在 原心的身体 都变成这个样子 这是一种可怕的秘术 空 空 原心的身体 仿佛真的花为了混沌石 坚不可摧 他双拳不断挥出 将轰击而来的命运光芒 全部击溃 天命的目光 第一次出现了一丝凝重之色 他身上 霞光万道 手指不断地点出 命运光芒不断地爆发而出 轰向原心 但是原心施展出混沌身体 战力暴涨 每一拳都能击溃一道命运光芒 杀向天命 急速地临近天命 众人震惊 难道今日 原心真的要打破命运 逆天改命 击败天命 在众人震惊的目光中 原心临近天命 一拳轰出 击穿了天命的胸膛 但天命的身体 却好像幻影一般 是虚的一般 没有任何事情 命运注定 我不会败 任你什么手段 也无用 命运长河 出来吧 天命开口 接着 一条大河出现在天命的脚下 这不是因为法则圆满 形成的长河 而是传说中的命运之河 天地万物 所有人的命运 都在命运长河之中 所有人的命运 天生就已经注定 天命立身于命运长河之中 仿佛天地的主宰 空 空 原心不断挥拳 要击穿命运长河 但是他的全境轰入命运长河 却如石沉大海 天地万物 都在命运长河中 原心 你也不列外 天命开口 然后伸出一只手 在命运长河中一抓 就抓出一道身影来 那是 众人震惊 因为天命从命运长河中 抓出的身影 和原心一模一样 不过可以看出 只是虚影而已 你命中注定 要拜 天命轻语 一直点出 一道光芒迸发而出 轰击在那道虚影上 那道虚影的胸口 直接被击出一个大洞 而这一刻 原心身体大震 他好像遭到了可怕的攻击 奋力抵挡 但最后 他连退十几步 众人看到 他的胸口 出现了一个血洞 鲜血直流 众人道吸一口凉气 命运法则 这也太诡异了 天命只是从命运长河中 抓出一道 和原心一模一样的虚影而已 他攻击虚影 原心居然会受伤 反坑命运的人 都将受到惩罚 天命接着开口 又一直点出 那道虚影身上 又被击穿了 而原心身体狂震 连连后退 他的身上 又出现了一个伤口 剑场一片寂静 太诡异了 而且天命也太强了 这样的实力 谁人能敌 接着 天命连续出手 每一次出手 原心都要后退 身上出现了一道伤口 到最后 原心大口吐血 受到了重伤 好了 此战到此为止 原心 你败了 这时 那个白发老者站了出来 制止了对决 他怕原心受伤太重 影响到后面的对决 原心有些不甘 最后咬牙 退出了战台 他知道 他败了 不是天命的对手 做不了天下第一 我实力还不够 我要更强 传说混沌经中 记载了各种 以混沌法则为基础的 可怕神通 我一定要得到 原心不甘 目光望向路鸣 闪过杀鸡 只要得到混沌经 将来他一定能击败天命 成为天下第一 第2127章 陆明占原心 天命天下第一 无人能敌 排名差不多清晰了 天命第一 原心第二 可惜 陆明还只是准地 如果他成帝 说不定能与天命争锋 哪有那么多 如果 天命一步领先 步步领先 今后只会更强 陆明恐怕永远也不是天命的对手 众人议论 最后有对陆明有敌意的人开口 故意贬低陆明 引得陆香香 泡泡几人怒目而逝 第七轮 天命和原心对战之后 接下来的对决 并没有太多的意外 众人推测会胜利的人 都胜利了 陆明也取得了胜利 这一场 他战无良 无良和尚墨迹半天 与陆明对几招后 直接认输了 陆明 你这个变态 本来以为这么多年过去 我能压制你了 没想到还不是你的对手 无良和尚苦着一张脸 喂 你怎么说话的 什么叫变态 我这是天赋 懂不 陆明斜眼看无良 安你头发 无良不说话了 退到一边 第七轮结束后 白发老者让众人休息三天 三天后再战 因为有些人受伤了 影响战力 比如袁新 三天转眼急过 所有人都恢复到巅峰状态 陆明 对袁新 第八轮一开始 白发老者就放出了最重磅的对决 说实话 这一场 众人还是颇为期待的 因为 这是两个混沌之子的对决 也是争夺第二第三名之间的对决 虽然大部分的人认为 陆明不会是袁新的对手 因为袁新之前展露的实力 实在惊人 但毕竟是两个混沌之子争锋 万古难得一见 袁新目光中 弥漫出火热的光芒 踏步而出 踏上了战台 陆明也踏上了战台 陆明 这一次 我会让你败得很惨 袁新目光森冷 丁卓陆明 不好意思 我要告诉你一件事 从来没有谁在被我击败后 后面还能反超我的 你也不行 陆明淡淡一笑 什么 所有人都是一愣 陆明这是什么意思 难道说 陆明以前击败过袁新 这怎么可能 很快 就有消息传出了 陆明和袁新 在混元宗考核的时候 有过一战 那一战 袁新败了 众人惊讶 居然还有这样的事情 看来两位混沌之子 早有恩怨在先 当初 我只是被压制了 若是不被压制 翻手镇压你 袁新脸色冷漠 接着道 陆明 将混沌金交出来吧 你没有资格执掌混沌金 我没有资格 你就有 陆明冷笑 道 你想要混沌金 也可以 不如我们打个赌如何 赌什么 袁新冷声道 就赌这一战 这一战 若是我败了 我将混沌金交给你 若是你败了 你一辈子听命于我 如何 陆明道 我不会和你赌 袁新冷冷道 你不敢 怕输 陆明道 我不会输 我要混沌金 直接击败你 从你身上拿就可以了 袁新非常自信 他说完 便不再多言 向着陆明踏步而来 空 他身上爆发出强大的气息 混沌法则弥漫而出 同时 还有另外一种法则 那是一种王道法则 不过火候还不是很高 但也让袁新的战力 增强了一截 混沌神拳 袁新出手了 连续挥拳 虚空轰鸣 他每一拳轰出 就会有一座大山形成 向着陆明镇压而下 这是混沌法则演化出来的大山 威力无穷 空 陆明也动了 三种法则爆发 逆冲而上 施展混沌神掌 连续批出数掌 碰 碰 每一掌 都能批碎一座大山 一座座由混沌法则演化而来的大山 在空中爆碎 混沌截止 连续击碎了几座大山后 陆明又施展混沌截止 一根巨大的混沌截止形成 向着圆心碾压而去 圆心挥拳 连续几拳 击溃了混沌截止 但这时 陆明已经杀到 混沌神掌连续批出 瞬息就批出了几百掌 圆心挥拳 与陆明大战 两道身影纵横 大战在一起 一时间 难分胜负 混沌法则 弥漫在整座站台上 圆心很强 二星须地巅峰 修为上 比陆明强太多了 不过 陆明的肉身和胜利 经过五次淬炼 而且五次 有两种最强法则 三种王道法则 再加上三种法则融合 完全弥补上了修为的不足 陆明真的很强 居然可与圆心争锋 不过圆心还有一种秘术没有使用 陆明注定要败 有人开口 认可了陆明的战力 但认为 陆明依然要败 圆心 拿出你最强的战力吧 就这样 不够看 大战之中 陆明开口 既然你想见识 那就碾压你吧 混沌神体 圆心长笑 混沌法则沸腾 他的肉身 仿佛化为了混沌石 施展出这种秘术 圆心战力大增 一拳轰出 与陆明硬碰了一招 碰 陆明感觉手臂发麻 身形不由后退了五六步 碰 碰 圆心趁时追击 双拳不断地轰出 压得陆明连连后退 陆明 你不是我的对手 交出混沌精 圆心大喝 攻势如狂 你急什么 看来对付你 三种法则还是差些 那就四种法则吧 说着 陆明身上 又有一条法则之河弥漫而出 与之前的三种法则融合 下一刻 陆明身上出现了一条四色的法则之河 多融合了一种法则 陆明的战力大增 一掌批出 与陆心对了一招 两人的身体都大震 向后退出 不过陆明退了两步 而陆心退了四步 四种法则 陆明居然领悟了四种法则 我的天 是吞噬法则 两种最强法则 两种王道法则 真是逆天了 这也太恐怖了 所有人都震惊了 有人惊呼大吼 主要是太震惊了 之前 陆明居然没有用出权力 还保留了实力 不仅掌控两种最强法则 还领悟了另外两种王道法则 而且都已经圆满 陆明才多大 这是怎么修炼的 很多人难以淡定 就连许多大帝都瞠目结舌 一脸猛逼 第2128章最后的巅峰对决 痴尊无敌 痴尊必胜 陆香香和欧阳莫离大叫 兴奋不已 而洛天一 黄陵 龙晨等人 也是目瞪口呆 他们虽然知道陆明变态 但没想到 这么变态 安米头发 这个变态 还让不让人活了 吴梁和尚一张脸更苦了 怎么可能 这怎么可能 与陆明有仇的 如恒家 贺家 大罗天宗 万家 金屋一族等势力的高手 眼珠子都要瞪抱 难以相信 心里惊恐无比 陆明越强 他们就越惊恐 原心自己 也是震惊无比 他自身 也领悟了第二种法则 甚至领悟其他法则的难度 想要融合在一起更加艰难 他还是在那片世界中 才成功的 可陆明 不仅掌控两种最强法则 还领悟了其他两种王道法则 一共四种 并且都圆满了 都融合在一起了 这简直不可思议 以他的心智 都震惊不已 四种法则又如何 照样拜你 原心长笑 气势如虹 沙相陆明 他身体散发乌光 宛如混沌时打磨而成 坚固不朽 碰 陆明踏步向前 施展混沌神掌 与原心交锋 碰 碰 站台上 再一次爆发惊人的震动 瞬息之间 两人就交锋了五十多招 不过 在陆明爆发出四种法则后 他的战力 已经超过了原心 法则融合的越多 威力就会越强 成倍的增强 五十多招后 原心完全落在下风 被陆明击的连连后退 原心不甘 他大吼 不惧生死 与陆明大战 他不能败 这一次 和在混元宗考核的时候不一样 这一次 是真正的对决 战力全开 毫无保留 也是混沌之死之间的对决 他若败给陆明 混沌帝尊的传承 他肯定得不到 而且还一辈子活在陆明的阴影下 这对于他的武道之路 是致命的打击 陆明 你攻不破我的混沌神体 我不会败 原心大吼 你想多了 陆明连续挥掌 击退了原心 然后一掌轰击在原心的胸口上 轰 原心身体狂震 连连后退 脸色一白 差点吐出一口鲜血 接着 陆明继续挥掌而上 瞬间劈出几百掌 掌印笼罩原心全身 原心竭尽全力抵挡 但依然有掌印轰击在他身上 碰 碰 原心身体不断的震动 最后他的身体居然出现了裂痕 仿佛要裂开一般 他大口吐血 身体被击飞了出去 重重的摔倒在站台上 败了 原心败了 现场一片寂静 这个结果 开战之前 没有多少人能想到 大部分的人 一直以为 天命第一 原心第二 陆明最多第三 不可能是前面两人的对手 可现在 陆明却强势击败了原心 接下来他的对手 就只有天命了 师尊无敌 陆香香兴奋的大叫 然后看向不远处几个老者 道 我就说了 我师尊是无敌的 没有人是他的对手 这 那几个老者老脸一红 他们之前说陆香香是盲目自信 还要叫陆香香看清现实 陆明根本不可能是原心和天命的对手 但现在呢 却是陆明击败了原心 饶是几个老者活了大把岁月 此时也不禁有些不好意思 空薄 无香大地 也露出了微笑 陆明能走到这一步 已经远远超出他们的预料了 还要再站吗 陆明踏步向前 向着原心走去 我没有败 我不会败给你 原心狂笑 极其不甘 他又冲了起来 杀向陆明 但他已经受伤 哪里是陆明的对手 没有几招 又被击飞了出去 身体都要均裂开来了 身上布满了裂纹 渗出鲜血 以陆明现在的实力 一掌下去 能崩碎虚空 能毁灭一座万丈高峰 威力强的惊人 原心中了那么多掌 能活下来 已经是非常惊人了 原心怒吼 还想再站 白发老者踏空而下 拦住了他 你已经败了 下去吧 白发老者开口 原心最终停下 极其不甘地看着陆明 眼中闪烁着冰冷的杀鸡 今日一败 你永远不是我的对手 还有 你根本不配掌控混沌精 陆明淡淡扫了原心一眼 转身离去 原心身体一颤 又吐出一口鲜血 之后 比试继续 但接下来的比试 都在众人的意料之中 没有什么惊喜的 众人期待最后一轮 第九轮 最后一轮 这一轮之后 他们十人 每一人都和其他九人 站过了 而在第九轮 陆明将和天命对上 本来在之前 众人对这一战 没有什么期待 认为没有悬念 天命赢定了 但陆明击败了原心后 众人改变了这一想法 至少陆明击败了原心 已经有资格和天命争锋了 第八轮结束后 休息了一段时间 第九轮马上马上开始 最后一轮 白发老者似乎是有意的 将陆明和天命一战 放在了最后 众人心仰难耐 但也只能等前面的对决进行完 前面的对决 没有什么意外的 等前面的对决进向完 众人已经知道 这一次的排名了 除了第一第二名 还不知道外 其他的名次 已经确定了 第三名 原心 他只败给了陆明和天命 第四名 鲍德 第五名 泡泡 第六名 无良和尚 第七名 敖克 第八名 云浩哥 第九名 古魔 第十名 恒心河 恒心河 九战全败 没有获胜一场 他让他脸色极为难看 特别是看到陆明 和天命最后一战 他脸色更加阴沉 到现在 陆明已经将他 圆圆甩开了 最后一战 天命 对陆明 白发老者 终于爆出了 两人的名字 无数人的心 提了起来 终于到最后一战了 这一战 将决出 谁才是 原界年轻一辈的 最强天骄 是陆明 还是天命 一个 还未成帝 就掌控两种最强法则 两种王道法则 正古朔金 古来未有 另一个 古来罕见的命运之子 掌控命运 天下无双 到底谁更强 第2129章大战天命 两道身影 分别踏空而出 落在战台之上 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 天命 一袭白衣 浑身被玄妙的光芒笼罩 如折掀下凡尘 出尘无垢 他带着淡淡的笑容 看着陆明 道 你很强 不过依然命中注定 要拜 狗屁 我的命运 我自己掌控 没有人能操控我的命运 若是有 彤彤免岁 陆明霸道无比 他根本不相信所谓的命运 我命由我不由天 只有实力够强 就能改变命运 甚至逆转命运 之前的人 也不信 认为能抗衡命运 最终都没有逃过命运 天命并不生气 依然淡淡道 仿佛掌控一切 哦 那你有没有看到自己的命运 之后会被我揍成猪头的命运 陆明淡笑 我的命运已经注定 不败 天命轻语 那我就改变命运 让你拜一次 哼 陆明身上 爆发出四种法则 四种法则融合 陆明的身体 如一颗炮弹一般 向着天命砸了过去 你命中注定 要受伤 天命轻语 伸出手指一点 没有任何能量波动 但这一刻 陆明汗毛炸力 瞳孔收缩 他感觉到 凭空有一道可怕的力量 在轰击他 在碾压他 嗡 陆明震动法则 四种法则 规矩成一条四色的法则之合 环绕周身 挡住了那种诡异的能量攻击 这就是命运法则吗 也就是一种法则而已 虽然玄妙诡异 但不能真的一言定人命运 还是需要能量攻击 陆明对于命运法则 多少有些了解了 哼 陆明爆发 一举破开了那些能量攻击 向着天命杀去 天命 别整这些没用的 施展神通之术吧 陆明开口 身形如电 急速临近天命 如你所愿 大命运术 天命身上的霞光 更加浓郁 几乎看不到身形 被霞光蒙罩了 他手指点出 一道命运光芒 化为一把战剑 向着陆明斩来 诗 陆明也一直点出 是斩出混沌截止 一道无比凝聚的止境迸发 将命运光芒击溃 但接着 天命手指连续点出 一道道命运之光 化为各种兵器 杀向陆明 这些兵器 威力极其惊人 都有可怕的杀伐之力 天命的修为 也在二星虚地巅峰 但战力绝对惊人 每一道命运光芒 都能秒杀一位普通的二星虚地 甚至秒杀普通的三星虚地 陆明运转法则 覆盖在手掌之上 施展混沌神掌 不断地劈出 碰碰碰碰 一道道命运光芒 被陆明击溃 如烟花般消散 陆明勇猛无敌 不断地破灭 攻杀而来的命运光芒 身形在急速靠近天命 最后 陆明冲破了阻拦 一指点出 一道混沌截止 杀向天命 天命瞳孔一缩 他脚下一条命运长河形成 他置身于命运长河之中 不过 陆明现在的攻击力 比原心更强 混沌截止碾压而过 让命运长河都震动起来 所有的一切 都在命运长河的笼罩下 陆明 给我拜吧 天命长孝 伸手一抓 从命运长河之中 抓出一道身影 那道身影 和陆明一模一样 不过看起来很虚幻 在天命手中挣扎 就好像 陆明的命运 真的在天命的掌控中 秋 天命一直点出 一道光芒 洞穿了那道虚影的身体 同一时间 一股可怕的力量 凭空出现 轰向陆明 要将陆明的身体洞穿开来 陆明大吼一声 四种法则之力不断地震动 阻挡那一股力量 碰 碰 四种法则 不断地震动 一丝丝的崩碎开来 那股力量太鼓恐怖了 不知道从什么地方扮生的 就连四种法则融合 都难以抵挡 碰 最后 陆明狂退 四种法则被击穿了 不过 那股力量击穿四种法则后 它差不多被抵消了 只是在陆明身上 留下一道浅浅的痕迹 陆明并未受伤 陆明要不敌了 不过也足够说明陆明的可怕 刚才原心面对这一招 根本不敌 直接重创 不过 天明这一招太过恐怖 看到陆明被击退 众人猜测 这一战最后的胜利者 终究还是天明 一些与陆明有仇的势力 暗暗松了一口气 还好 陆明还不是那么逆天 命运不可为 天明开口 他立身于命运长河之中 仿佛要化神一般 秋 秋 他一脸点出两指 洞穿了他手中的那道虚影 同时 陆明遭受到可怕的攻击 法则震动 陆明身形狂退 不过终究被挡住了 并没有受伤 狗屁 陆明踏步 向着天明杀去 天明又是连续出指 只静洞穿了那道虚影 陆明遭遇到可怕的攻击 有好几道可怕的力量 向着他攻来 轰 陆明被轰飞出几百米 身形震动 感觉气血翻涌 陆明 我承认你是一个难得的天才 不过你终究难以逆天 反抗不了命运 天明冷漠开口 高高在上 话说得这么满 你就这点实力了吗 陆明冷笑 嗯 天明眉头皱起 就这点实力 你怎么击败我 你现在根本伤不了我 陆明道 许多人心里一阵 的确如此 现在天明只是能击退陆明 但并不能重创陆明 陆明完全能够以强大的防御力拖着 让这一场比试 难分胜负 天明脸色也阴沉下来 身上霞光万道 又是连续出指 但只能击退陆明 却无法伤到陆明 这就是你的极限了吗 那今日 就让我打破命运吧 陆明长笑 他身形如电 向着天命冲去 空 在冲出的过程中 他身上的气息更强 四色法则之和 化为了五色 这一下 一下子点燃了全场 天 五种颜色 五种法则 陆明掌握了五种法则 难道是我看花眼了 是真的 太恐怖了 没有极限了 这怎么可能 所有人都震惊了 之前 陆明展露出四种法则 已经够惊人了 众人猜测 那多半是陆明的极限了 但现在呢 陆明又展露出五种法则 他的极限在哪里 第2130章打破命运 陆明展露出五种法则 五种法则融合 引起一片喧嚣 许多人都难以淡定了 陆明这简直没有极限啊 现在五种 等一下会不会展露出六种 众人没底了 而陆香香和欧阳莫黎 更是兴奋地跳了起来 刷 陆明横度虚空 瞬息间就临近天命 天命瞳孔收缩 眼神无比凝重 他的身体 几乎要和命运长河融合在一起了 变得虚幻起来 同时 他连续出指 点向那个虚影 这一次 点向的是那虚影的眉心 扑 那道虚影的眉心被冻穿了 冲击而来的陆明 遭遇到可怕的攻杀 一道犀利无比的禁力 袭杀向陆明的眉心 不过 现在陆明五种法则融合 战力大增 法则震动 挡住了那道禁力 接着陆明一掌批出 轰击在那攻击而来的禁力上 轰 爆发出一声惊天轰鸣 虚空不断震动 那道习杀陆明的禁力 非常惊人 不过依然被陆明击溃了 吃我一指看看 陆明一冲而过 同时点出一指 天地间 能量暴动 汇聚成一根硕大无比的混沌截止 向着天命长河碾压而去 哗啦啦 这一次 命运长河都难以抵挡住混沌截止的威力 长河在翻滚 在震动 河水滔滔 激起千层浪 轰猛龙 随着混沌截止的压下 命运长河仿佛要崩溃开来 这一刻 现场鸭雀无声 许多人连大气都不敢喘 因为他们知道 现在已经到了关键的时刻了 到了分出胜负的时刻了 到底谁能胜 命运长河展 天命长孝 他在汲取命运长河的力量 化为一道光芒 展向混沌截止 轰 天空发出惊天乍响 天命展出的光芒 挡住了混沌截止 两两消散 再来 陆明又连续点出截止 无尽能量汇聚 一共三根混沌截止 向着天命轰去 天命只能竭力抵挡 情势 和之前完全逆转了过来 刚才 天命施展出命运长河 陆明落在了下风 但现在 天命又落在了下风 情况瞬息万变 轰 轰 轰 又是三声轰鸣 三根混沌截止被挡住了 但天命身形狂退 命运之河震动 光芒变得有些暗淡 你破了我的防御 天命大吼 到现在 你还那么自信 那就打破你的自信 陆明脚踏虚空 他手中虚空而握 一把巨大无比的剑光 在空中凝聚而出 死亡之剑 这是陆明自己创立的仪式杀招 蕴含死亡 吞噬 震道 吉利 四种法则 这不是简简单单的法则融合 而是将四种法则的各种妙用都发挥出来 构建成的仪式神通之术 这种神通之术 比简单的法则融合 威力不知道要强了多少 虽然 陆明现在只能初步的发挥出四种法则的妙用 但不能阻挡 这一世神通 成为陆明现在最强的杀招之一 斩 陆明大喝 一剑斩下 这一剑 直接展开了虚空 横斩天命 天命竭尽全力抵挡 但是无用 他的命运长河疯狂震动 最后直接被死亡之剑斩断为两劫 然后炸裂开来 天命狂退 口中大口吐血 鲜血染红了雪白的长衫 天命受伤了 命运长河被迫 他遭到了重创 秋 秋 陆明并未停手 施展混沌截止 连续点出 几根巨大的手指 向着天命杀去 天命并未被轰出战台 也并未认输 战斗 还没有结束 天命不甘 竭力对抗 但他已经遭到重创 战力减弱 而且命运长河被斩断 他根本无法对抗陆明 激招之后 他直接被鸡飞出百里 大口吐血 脸色惨白 他已经被鸡飞出了战台 你败了 陆明立于战台中间 淡淡开口 败了 天命败了 全场开始一片寂静 当反应过来后 便是一片喧嚣了 陆明真的逆天了 以准地之境 居然击败了天命 命运法则的神话被打破了 命运可破 人定胜天 剑场炸开锅了 任谁也没有想到 天命会败 而且被陆明击败 陆明击败了天命 真正站在了巅峰 一开始 陆明并不被人看好 甚至知道陆明没有突破五帝后 还被牧羊嘲讽 那时 没有人会想到 陆明能进前十 更加没有人会想到 陆明最终会夺得第一 师尊无敌啊 我就知道我师尊无敌 陆香香兴奋地跳了起来 还不忘看向附近那几个老者 那几个老者 也是一阵失神 当看到陆香香的眼神后 固有老脸一红 少爷真厉害 秋月脸上 也挂满了笑容 黄灵 龙晨 洛天一 欧阳无双等人 同样如此 脸上露出了笑容 王润看向陆明 沉默不语 而恒星河 脸色则无比阴沉 甚至带着一丝惊惧 陆明的战力 超出了他的想象 若是陆明全力出手 一招可斩他 吴湘兄 空兄 恒兄 贺兄 听说这陆明 来自原山之地 没想到 原山之地 出了这么一个天骄 可喜可贺 有大地人物 像空伯 吴湘大帝 恒家大帝 贺家大帝道喜 哈哈哈哈 空伯和吴湘大帝大笑 畅快至极 而贺家大帝和恒家大帝冷哼 脸色阴沉无比 他们恨不得一巴掌拍死陆明 其他人还向他们道喜 他们的脸色会好看才怪 怎么会这样 脸色最难看的 还有恒家 贺家的其他人 当然 还有古月圣地金屋一族 万家等势力的人 他们脸色惨白 陆明这种天赋 太恐怖了 若是被陆明成长起来 他们以后都要被灭 讲到这一点 他们心里就惊惧 该死 袁新怒吼 居然被陆明取得了第一 他不甘心 天命也不甘心 眼中锋芒连闪 但最终沉寂下去 好了 十地会战到这里 已经全部结束 白发老者走了出来 微笑道 现在 我宣布十地会战 前十强的名词 第一名 陆明 第二名 天命 第三名 袁新 接着白发老者将这一次的名词公布出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